大家好 在今天寒流籠罩之下 目前最新的觀測資料 在玉山的溫度是零下的8.7度 而在淡水 今天清晨的溫度是在6.2 但是現在最新的觀測資料 剛剛出來的溫度是在6.1度 有沒有注意到溫度狀況 比昨天的晚上感受起來 變得更冷一些了 因為最主要 天空當中的雲層量 正在減少當中 今天晚上要特別注意的是 寒流的籠罩之下 溫度一樣是偏冷 而且再加上如果有些地方 天氣轉晴以後 會有輻射冷卻作用 所以今晚到明天清晨之前的時候 雲 嘉 南 平原空曠地區的朋友 你要穿著注意了 我們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雷達了 昨天的時候的雷達上面 你可以看到水氣正在逐漸的 進入北部的上空 所以我在昨天也告訴大家 太平山 大屯山 七星山 這些山脈部分 會有降雪的現象出現 但是這雪的狀況 在今天的中午之前有 下午以後 就正如我昨天 跟氣象裡面跟大家說的 因為隨著乾燥的空氣開始進來 雪的部分都停了 從雷達上面 也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現在目前在台灣上空 已在苗栗到新竹 還有包含宜蘭這山區這邊 有一些水氣回波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回波的強度的部分 正在減弱當中 因為冷空氣帶下來的是乾燥的空氣 華南的水氣帶的影響層面 開始在減少 目前整個風場來說 是一個正北風吹進來 所以如果你是在海邊的朋友 你就會發現到 風還真的滿大 台中的吳七 現在已經在九級的正風 嘉義的東石 也有在八級的正風 淡水的風力 現在目前也有在七級的正風 正北風的吹拂之下 今天晚上一樣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天氣 提醒您 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身體要特別的注意到 不過明天週休假期了 我們就來看看 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會怎麼樣變化 我把未來一週 分成了四個階段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禮拜六的時候 要注意的還是寒流的影響 溫度的狀況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有些地方仍然會到六度的低溫 尤其再加上有輻射冷卻的作用 所以可能像在雲嘉南 或者台中的平原空曠地區 明天清晨的溫度 會比在今天的清晨溫度 還要再低一些 也就是說有可能會在六度 甚至六度以下的機會 但雲層量以北部地區 跟東半部地區比較偏多 而中南部陽光開始露臉 明天白天 北部地區的高溫的部分 會比今天的八度高一些些 十度其實也沒高多少 因為還是寒流籠罩 那在中南部旅遊的活動的朋友 在14度 但是你到墾丁區要特別注意 在從過了豐港以南 到了恆春鎮這一段的話 洛山峰會非常的強 騎車要特別小心 開車也要注意 再來我們講到禮拜天了 禮拜天的白天 氣溫的部分要上升了 但上升的幅度並不會太多 北部地區的溫度升到13度 南部地區的溫度升到17度 你有沒有看到 白天的溫度大概上升3到4度左右 但從禮拜天的下午到接近傍晚之後 開始雨的部分 在北部跟東部地區又要出現了 因為封面雲帶又要通過 北方的西北地區的西伯利亞冷高壓 又要開始南下了 這一波冷高壓 禮拜天的晚上開始逐漸的下來 星期一的晚上跟星期二的晚上 北部地區的溫度只有在10度 沒有上一波那麼冷了 但天氣狀況來說 也是屬於一個乾而冷的天氣 溫度狀況在兩天的時間 是溫度偏低的 接著到了下週三以後 開始氣溫上升的幅度 就會更為明顯了 因為從禮拜二的晚上 到禮拜三的清晨 溫度在11度 之後禮拜四的時候升到13度 星期五的時候升到15度 有沒有看到 低溫的部分就逐漸的再上升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是 下個禮拜一 另外一波寒流再度來報導 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昨天大家注意到的 就是雲層的發展 造成了高山部分都有結冰 降水的現象 還有甚至有下冰線的現象出現 那現在晚上我們來看雲圖 你有沒有看到雲街的現象 整個雲街的現象 很明顯的衝下來 冷空氣的強度是明顯的偏強的 目前乾燥的冷空氣的範圍 現在目前從日本一直延伸 到我們台灣的北方的上空 一直到大陸 這個區塊來說 都是晴朗的區塊 所以北方的冷高壓 也快速的南下 冷空氣的帶進來 是乾燥的冷空氣之下 再加上華南的水氣正在減少 明天我們各地的山區部分 都不會有降雪的狀況 可是因為晚上的溫度 都在零度以下 提醒您山區路面 都有結冰結霜的狀況 山區行車的朋友要注意 接著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西北地區的冷高壓系統 主高壓還在蒙古的位置 正在逐漸的往南移動 分裂高壓 已經逐漸的進入到了湖南了 現在晚上分裂高壓 將會往上海的方向移動 在明天的時候 這個高壓在要逐漸要出海之前的時候 冷空氣強度依然是偏強 到明天晚上 高壓位置進到上海之後 逐漸往東海走 大約在禮拜天的白天 氣溫就會開始上升 所以冷的時間 還有禮拜六這一天 溫度狀況來說 還是要特別注意 有些地方會在6度到7度的低溫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溫度狀況隨著冷空氣的減少 氣溫的部分 就會略為的上升一些些了 可是只有上升一下下 因為到了禮拜天的下午以後 開始另外一波的冷氣團再度南下 接著禮拜一的時候 就開始是寒流的籠罩之下 各地的溫度狀況 就是比較偏低了 我們來看一下各地的溫度了 我們這資料錯誤了 沒有關係 導播來把它欠一下 欠到衛星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北部地區的溫度 在夜晚的狀況來說 是一個偏冷的狀況 而在溫度形態來說 在中部以北 仍然是在6度的低溫 而到了中部地區的溫度狀況來說 夜晚的溫度在7度 明天白天有陽光 溫度可以升到14度到13度 比今天好一點點 今天只有11到12 南部地區中午的溫度16 17 但今晚的溫度也只有在10度 東半部地區 雲層多有點零星的短暫雨 而外島地區的馬祖 今晚的低溫 只有在4度的低溫 未來一個禮拜我們可以注意到 到禮拜天下午以後 冷空氣再度南下 再來就是乾燥冷空氣進來 而到了外島地區的溫度 在禮拜一 禮拜二 也只有4到3度 所以要提醒您 晚上乾冷穿著 注意保暖